明轩松这么厉害 为什么会生出朱祁镇这样的儿子 说实话 朱祁镇身上的锅 有一部分还是朱瞻基特自己身上的 很多人都会觉得说老子英雄 儿子汉 朱瞻基这么一个被称为大明六边形战士的皇帝 怎么就能调教出朱瞻镇这么一个 在很多人眼里 明朝皇帝排行榜上常年兜底的奇葩呢 但事实上 这个问题的答案 恰恰就在这个问题的本身当中了 因为朱瞻基特压根就没有怎么调教过朱瞻镇 朱瞻基本人有两个非常大的锅 那是甩不掉的 一个是儿子生的太晚 而另一个呢 就是他本人又没的太早 明宗朱祁镇出生于明轩德二年 这会儿他老爸朱瞻基已经28岁了 这个年纪 你要是放到咱们当今的社会 倒也算不上是晚婚晚育 可放到当时的老朱家 问题可就大了 明轩宗的父亲明仁宗 去世的时候是48岁 而那个时候明轩宗才28岁 也就是说明仁宗是在20岁的时候 就有了朱瞻基这么一个大儿子 而明成祖朱棣呢 18岁的时候就把明仁宗给生下来了 至于说前半生都在打仗的明太祖朱元璋 虽然他是28岁才生了长子朱镖 可毕竟太祖的人生简历放在那呢 之前是条件差还到处要饭 28岁生儿子也算是在百忙当中抽出了一点功夫 可是朱瞻基是没有这些问题的 他的儿子28岁出生确实不算早 当然生儿子的时间拿捏不了 这个也没办法 偏偏朱瞻基他自己还是一个短命鬼 宣德皇帝驾崩的时候也不过才36岁 这会儿的小朱瞻基正也只是一个8岁的孩子 咱们说今天普通人教育孩子 尚且都知道说一个优秀的人 那是需要时间来沉淀和磨练的 你还得给孩子配上好老师 可是这些东西 明宣宗朱瞻基是根本没有来得及给儿子搞 作为父亲 明宣宗能够给儿子言传身教的东西并不多 明宣宗对于自己的这个老爹 也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印象 所以明宣宗本人他再怎么优秀 也传不到儿子的身上 这里面咱们要注意一点 那就是历史上 充灵继位的皇帝不止明宗一个 康熙也是8岁继位 可是干的可要比明宗强多了 那就只能够说明 在后天的积累和教育上 明宗是出了很大的问题 在明朝初期被很多人念叨的最强内阁班子 三阳 也就是阳士奇 阳荣 还有阳谱 咱们上写不去讨论这三个人的实际能力怎么样 关键是明宗他登基的时候 这仨老仙 那基本上也是年纪大的 干不了多少活了 对于明宗的影响也是非常有限 而且真正影响到明宗本人的 只有太监王震 关于王震这个人的评价 除了明宗一辈子把他当个宝贝供者之外 历史上就没有什么好词来形容他 这个太监会出现在朱祁镇的身边 正是他老爹朱瞻基给他选的 明宗为了制衡文官 让太监们有了读书的资格 也给了他们服务皇帝 参与政治的权利 但是他们的这个权利 是八岁的明英宗根本控制不住的 所以说朱祁镇的问题 有一部分是他身处的这个历史的节点不是特别好 老爹是能干 但是走得特别早 身边靠谱的人又不多 又赶上了明朝北方变换日益严重 再加上他自身能力有限 偏偏又菜又爱玩 既然紫禁城教不了他太多的知识 那他只能够外出留学了